请来的妇科圣手是名女医 这样许多私密话都能与她说 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不用刘锦瑶开口 慈琴就已经把她的情况汇报了一遍 其实听完慈琴的描述 女医就基本上能够确定这事怀上了 毕竟什么月室推迟啊 情绪化 嗤睡啊等等 都是孕妇典型的征兆 不过人家还是比较谨慎 笑着听完之后 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只是让刘锦瑶把手递给她 歇迈是为了更加确定自己的推测 也是为了更准确 于是在她手搭上刘锦瑶的手腕不一会儿 她就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猜测 为了谨慎其间 她还是尽心多感受了一会儿 直至确认无误才起声道喜 恭喜郡王妃 恭喜郡王妃 您这是已经有了一个半月的身孕了 思琴等人本来紧张地等待女医的答案 此刻有种果然如此的感觉 心中还是十分高兴 纷纷上前向刘锦瑶道谢 恭喜郡王妃 府上很快就会有小主子了 说着还一脸的兴奋 与他们的兴奋激动不同 刘锦瑶眉头紧皱 看向女医问道 嗯 你确定吗 女医没往别处想 只是以为郡王妃这是小心谨慎 生怕最后乌龙一场 于是就笑着道 确定是滑脉 不过月份尚浅 郡王妃若是不放心 可以等半个月 再请御医请脉 其实问完 刘锦瑶就知道自己唐突了 这话跟怀疑人家医术似的 他敢这样肯定的说出来 那定然是有着十足的信息 这事 若是换成一个年纪大一些的御医 一准心中不高兴 得亏这位女医年纪不大 为人温和 不与她计较 人家的医术 在京城也是颇受追捧 许多世家贵女都找她看病 只是切脉定是难不住她 虽有问题的不是她 那么就是自己 这个答案有点令人惊恐 不过女医也只是以为 她是高兴过头 才没有反应过来 就写下方子与注意事项 细细地叮嘱私情等人 一些忌讳等等 然后私情见自家主子 还没反应过来 就付了诊金之后 又拿出荷包打赏 之后客客气气地把人送走 府中的消息 哪里瞒得过 平王纪妃和储君寓 两人也是第一时间朝这边赶来 不过等见到刘景瑶的时候 却有些摸不着头脑 只见其他人都一脸惊喜 兴奋激动地说着什么 唯独刘景瑶一脸震惊 满面愁容 与周围的画风形成鲜明的对比 注意到这个细节 楚君疑惑地上前 小七 怎么了 见此 平王纪妃就十分体贴地带着众人离开 把空间留给他们两人 他则是询问私情详细情况 然后开心地准备去厨房 嘱咐给刘景瑶炖汤 而刘景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听到楚君疑的喊声 才像是刚被惊醒的样子 当看到凑近自己的人是楚君疑的时候 忽然哭丧着脸 委屈地道 我没有给你戴绿帽子 真的 楚君疑 这话信息量有点大 一上来就是这么一句话 究竟是何意 对亏现在没有旁人在场 否则还不知道会传出什么不好的话语来呢 这丫头是不是傻了 见楚君疑脸都绿了 刘景瑶更是觉得委屈 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就怀了孩子 楚君疑在用药不可能让他怀上 那这个孩子是谁的 楚君疑 你还委屈上了 这说都是什么话 人都说一孕傻三年 果然够傻 你到底误会了什么 楚君疑心中充满疑团 哼 大夫说 我怀孕了 他一脸如丧考比的表情 这很不对呀 楚君疑 我知道 可这不是好事吗 你之前一直愁孩子的事 这会得偿所愿了呀 刘景瑶有些反应不过来 楚君疑这反应好奇怪 他也迷糊了 可是 你不是一直在有药吗 楚君疑 简直要符合 果然变傻了 任何药物 也不能保证完全有效呀 刘景瑶看着他 你的意思是 你用的是假药 哎呀 你早说呀 吓死我了 楚君疑 你还吓死 该吓死的人是我 简直不知该摆出何种表情 本来很好的一件大喜事 现在被他这么一脚合 只剩下惊吓了 果然是破坏气氛小能手 他还委屈呢 哼 都怪你 你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这猛人来这么一出 我能不恐慌吗 楚君疑默默深呼吸 不管和孕妇一般见识 还要笑着哄人 哼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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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错 让你受惊了 都怪我 让错态度这么好 刘瑾瑶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了 反应过来之后 才发觉自己干了多么蠢的一件事 顿时脸上善善的 吞吞吐吐的道 其实 是 是 是我的错了 我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怎么了 楚君心中叹息 遇上一个怀孕之后 就变得缺心眼的媳妇 脸上还要装得一副诚恳样 不怪你 其实 我忘记告诉你了 算算时间 应该是你从柳国功夫上回来 我告诉你我用药的那次 那次时间匆忙 我就忘记用药了 本以为一次不会中招 就没放在心上 没想到 我这么厉害 说到最后 还有点得意 刘瑾瑶嘴角抽搐 算算时间 那个时候好像正是排卵题 推迟将近二十天 他才开始烦躁 不过当时觉得不是什么大事 就没放在心上 又拖了十天左右的时间 才让人请大夫 也是看着都到了第二个月 还不见动静 他有些坐不住了 这事赶得就这么寸 这个孩子也算是肩缝插针 凭借顽强的生命力 在他的肚子里安了家 闹个乌龙感觉好丢人 不过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刘瑾瑶忍不住开始担忧 你用药 会不会对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 按说想要孩子 两人就应该好身准备 楚军玉挺要戒酒 而他好身调养身子 等待最佳时机 可是这个完全就在意料之外 楚军玉的那个药 有没有代谢干净呀 应该不会受影响吧 他也有些不大确定 不过随后安抚他 你别担心 回头问问御医 这药副作用极小 该是无事才对 真有事 御医应该也不敢让他用 刘瑾瑶点点头 也只能如此了 到底心中还是免不了担忧 这边说完 拼王纪飞就领着一群人过来 刘瑾瑶有些不好意思 他刚才神情恍惚的 连母飞过来都不曾发觉 实在不该 但是当他要起身行礼的时候 拼王纪飞却上前扶住他 哪里来的这般多里 你现在可是双身子的人 以后可要注意 说着转头纷纷丫鬟 把燕窝粥盛上来 这是上好的血液 以后每日用一碗 对身子好 刘瑾瑶更加不好意思了 我又不是磁器做的 哪有这么脆弱 拼王纪飞可不认同他的观点 怀孕前三个月尤其要注意 可不能大意 储君也在一旁插话 小气听话 不要辜负母飞的一片心意 拼王纪飞笑着点头 你且忍忍 过了这段日子就好了 刘瑾瑶却觉得有些悬 怀胎十月一朝分娩 这个过程绝对不会轻松 但是等生了之后 肯定又有一堆的问题等着他 估计以后很难轻松了 不过他还是乖乖的点头 人都是对他好 他也不能太不知好歹 用完了燕窝之后 就听到储君与询问平王纪飞 母飞 您说我要不要给宫里 和柳国公府报喜 平王纪飞想了想 还未满三个月 最好不要宣扬出去 不过你可以私下里说一声 也让大家放心 曾经一年 若是刘瑾瑶的肚子还不见动静 宫中那位肯定就坐不住了 幸好小齐是个有福气的 储君与详想想也是 于是就在第二日进宫 与太后悄悄地说了这事 太后高兴地连连说好 吩咐储君与要让着点刘瑾瑶 不要惹她生气什么的 还准备了一大堆的赏赐 可见心情之好 总算是判来了好消息 哀家这回就放心了 太后笑得眉眼都舒展开来 见她这般高兴 储君与此刻总算是有了点意识 主要是之前的氛围都被刘瑾瑶给破坏 果然与众不同的从来都是小七 皇祖母这样的反应才是正常的嘛 为了验证这一观点 她还跑到皇后跟前说了这事 皇后的反应与太后如出一辙 同样也准备了一堆的赏赐 更是带了不少的好药材 还把自己身边有经验的摸摸派去郡王府照顾刘瑾瑶 从宫中出来 储君与直接让人把这些赏赐先送回郡王府 他则是拐个弯去柳国公府 对于他独自一人的到来 柳国公府众人还挺诧异的 自从澄清之后 储君与可再也没有一个人来府上的时候了 这次难不成是小七有什么事情不成 见众人紧张地看着他 储君与才意识到自己唐突了 赶紧把目的说出来 祖母 岳父岳母 你们不要紧张 我这次来是告诉你们 小七有喜了 众人愣了一下 剧都十分激动 除了好 再也说不出其他 还是三夫人最先反应 不过他却说了一句 令人十分无语的话 他如梦初醒般的道 原来 那个药这么灵呀 储君与 他现在要是告诉岳母 小七压根就没有那个药 他会如何想 老太太却皱眉 什么药 三夫人这时机动起来 兴奋的把自己如何打听到这些偏方 又多么灵验 谁谁家就是因为服用了这个药 然后成功一举得难 最后总结道 看 小七这才刚用上就怀上了 果然灵验 储君这会儿却觉得还是说出来比较好 免得再有人相信那个没有任何依据的偏方 这么多人用 就那么一两个有效就被吹捧百事百灵 谁都知道这其中有猫腻 顶着让岳母不再继续上当受骗的原则 储君一小声道 其实 小七并没有服用那个偏方上的药材 所有人都用一副药房 我恐怕有些人不能试用 也本来好好的人 在吃出什么毛病来 第127章 完 感谢收听 由最皇林为你播讲的柳家七娘子 储君一回府之后 就告诉了他今日的分工伪计 并且把他们并没有用偏方的事情 告诉了岳母的事情也说了 刘瑾要听着前面的 还觉得他太张扬 这才怀上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到处宣扬 让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不过听到最后那句话 又忍不住看着他乐 我娘 当时什么反应 储君一见他好奇的模样 有些无奈 岳母也没啥反应 反正你现在怀上了 他们挺开心的 想到什么他又忍不住皱眉 他还未作文 你就四处宣扬 不太好吧 储君一沉默了一下才说道 就是与亲近之人说一声 免得他们担忧 说完 扶着他盯着他的肚子看 虽然依旧平坦 看不出丝毫不同 心中却有一种十分神奇的感受 这里面有他的孩子 他要当爹了 昨日惊喜的过来 却被刘锦瑶一句话给毁了个干净 然后就一直被无奈的情绪充斥 今日又各处暴喜 现在才静下心来 想这个事情 之前用药是因为听了御医的话 说太早生产 对女子损害太大 他娘当初生他之时落下病根 虽然有欲竭于心的过错 但也不排除 是因为生产才造成身体虚弱的结果 他虽然也十分想要拥有自己的孩子 但是与孩子相比 他还是觉得 能够与小妻共度一生 人生才算圆满 所以即使黄祖母一直在催促 他也还是没打算太早生孩子 但是那一次的疏忽 竟然就带来了一个孩子 也是让他有种意外之喜的感觉 此刻才发觉 自己也是渴望的 渴望拥有他和小妻的孩子 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 也算是对自己小时候生活不圆满的弥补吧 见他一直盯着自己的肚子看 刘锦瑶有些不自在的挪挪身子 你看什么呢 现在哪里看得出来 楚君欲微微一笑 轻声拥着他的身子 我很开心 这是他第一次这么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刘锦瑶愣了一下 随后笑着双手用力回报他 我也很开心 两人腻腻歪歪 直到平王继飞派人送来补汤 方才分开 平王继飞现在就像是发现了新奇玩具似的 十分兴奋激动 别说厨房上 就是府上上上下下都被他叮嘱一遍 郡王妃怀有身孕 府上上下要仔细了 他这么重视 让刘锦瑶有些哭笑不得 这才开始 以后随着月份越来越大 还不知道会如何呢 他都可以预见 将来他的生活 一准就是要瓷器娃娃 动不得碰不得 不过不管他如何想 从这天开始 刘锦瑶就进入了安滩的阶段 每日御医都要问诊切脉 随时关注他的身体变化 平王继飞对炖汤的热情 丝毫没有减少 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刘锦瑶现在提到汤都难过 之前还能忍着喝下去 毕竟这也是母妃的一片心意 刘锦瑶不愿意辜负 可是自从两个多月时候 有一次看到汤的时候 哇一声吐出来之后 从此就开始孕吐声呀 别说是汤了 就是饭都很难吃下去 闻不得半点游戏 清淡爽口的一些青菜 还能勉强吃下去 别等那是吃什么吐什么 储君已愁坏了 平王继飞其实也没有经验 得亏皇后身边的 摸摸伺候过孕妇 尝试着给她做些 酸辣口的东西 倒是能够吃上一些 尽管如此 她还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瘦了下来 这下子储君已更急了 到宫中去 向皇后和太后取经 又跑到柳国宫府去询问 带回来许多法子 一一试验 目的只有一个 让她多用一口饭 刘锦瑶自己也难受 看着大家都为她操心 她心中也挺过意不惧的 但是这个她真的没法控制 有时候难受的都不想说话 上涌的酸水 顶得整个人都要虚脱 等她好不容易安静下来 储君已看着她虚弱的样子 心疼不已 抱着她 亲自给她收拾换衣裳 早知道这么遭罪 就不要再生了 咱们就生这一个 不管男孩还是女孩 以后都不生了 刘锦瑶被折腾得没脾气 有气无力地点头 嗯 不生了 太难受了 储君已抱着她 亲吻她的额头 不生了 就这一次 皱眉看着她那 依旧平坦的小腹 这个孩子也太淘气了些 一点都不知道体贴人 将来 她若是不好好孝顺你 看我怎么收拾她 话虽然这么说 动作却依然轻柔 刘锦瑶没有力气 与她讨论这个问题 她恨不能马上卸货 这才将将三个月 还有漫长的七个月时间 要怎么承受 宫中皇后和太后 也跟着着急 这样的天气 水果本就稀缺 听说她能用一些 硬是一筐子 一筐子地朝郡王府送 三夫人和老太太 也是四处打听 看看谁家 有那止吐的法子 找到了 就送到郡王府 刘锦瑶每次看着 这样的一幕幕 心中再多的委屈 也平复了 扶着肚子喃喃自语 你还真是 几万千宠爱于一生 看到这么多人关心你 就不要折腾你娘了呗 不知孕兔的时间过了 还是她那句话 起到了作用 持续了半个月左右的孕兔 总算是有了缓解 正好也已经过了 三个月危险期 总算是让大家都 跟着松了一口气 不过孕兔结束正好 她又进入到了 另外一个阶段 就像是弥补之前 不能吃东西的缺憾似的 现在是看到什么都想吃 胃口大不说 口味还大扁 之前不愿意尝试的 现在馋得不行 之前喜欢的 现在倒是反应平平 然后储君玉 既四处收集纸兔方子之后 又进入了另外一轮的收集 到处找好吃的 没法子 媳妇嘴越来越刁 作为男人得负责养活 若是吃都不让人家吃好 这是哪门子的好 她从宫中 看着那些御厨 给她做点心吃时 见刘锦耀吃的香 下次还去 弄得御厨和宫中的 各公主子没怨声载道 郡王太霸道 本管是不是饭点 她说一声 你就得放下手上的活计 去为她做 然后就耽搁了 贵人们的饭菜 偏偏后宫两座大山 还是她坚强的后盾 告状无门 反正只要不耽误皇上就行 其他的都得让步 皇上也是哭笑不得 抓住他就是一顿训 你整日来镇的御膳房捣乱 弄得宫中 怨声载道 都搞到镇面前来了 楚军一丝毫不为所动 我媳妇怀孕 想要吃点东西 他们还有一件 这么不懂事 黄伯父是该管管那些 整日闹幺蛾子的后妃了 免得闹到黄祖母跟亲 让他老人家赌心 皇上无奈极了 霸占了镇的御膳房 你还有理了 楚军一还一脸得意 小七 这不是怀孕了吗 皇上 宫中哪个怀上的 也没见着这么能折腾的 皇上其实也就是说说 只要好容易有后 母后和皇后又都这般重视 他也喜欢刘锦瑶这个晚辈 自然不会真的如何 不过最后还是嘱咐一句 你也收敛点 免得将来人家说小七猖狂 楚军想想这段时间 确实有些过了 所以点点头 给黄伯父添麻烦了 主要是之前小七透的太严重 什么都吃不下 这回好容易什么都能吃了 我就有点没控制住 皇上摆摆手 朕明白 只是别再闹得动静太大 让人告到朕面前 楚军一笑着应下 是 侄儿遵命 说着不忘保证 等孩子出生之后 侄儿带着孩子来给您磕头 谢赏范之恩 皇上好笑不已 刚出生的孩子 哪里会磕头 尽瞎说 不过心中却十分高兴 随后打发他离开 行了 你赶紧回去 心都不在这里 楚军一再次谢恩之后 缓缓喜喜地回复 跟刘锦瑶说起来的时候 刘锦瑶也是一脸无奈 得亏皇后和太后 都是这边的 也知道楚军一是个什么人 否则还不知会如何想他呢 就像皇上说的 外面不会去说楚军一如何 丁会说他仗着自己怀孕 就开始猖狂 连后宫嫔妃都不看在眼里 府中又不去 哪里至于从宫中待 咱们府上的厨子 比宫中也丝毫不逊色 这倒是实话 乒乓鸡飞有钱 又是个爱享受之人 自然不会亏待自己那张嘴 厨子的水平确实极高 而且南北方不同菜系均有 还有专门做点心 我不是看你爱吃吗 他倒是还有些委屈了 刘锦瑶哭笑不得 我这段时间 只要是吃的都能吃得香 你是不是出自宫中无管 想想他那饭量 楚军一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好吧 下次不去了 谁稀罕似的 竟然还有人告状 很是不满的样子 刘锦瑶摇摇摇头 感觉现在楚军一比他还要情绪化 这蛮不讲理的样子 也是没谁了 霸占着厨子耽误了人家用善时间 挨了饿 还不能让人家有意见 想到自己这段时间 可是一点都经不得饿 然后摸摸自己的腰 有些担忧地问道 我以后会不会胖死呀 楚军一看了他明显 粗了一圈的腰 不过肉肉的抱着倒是挺舒服 于是就安慰道 不会 你现在是双身子的人了 一个人吃两个人好 吃这些也不算多 说着又补充道 而且 就算你长成了大胖子 也一定是最美的胖子 这话多好听呀 不知不觉中 楚军一就已经点亮 睁着眼说瞎话 也要哄媳妇开心技能 效果不错 端看刘锦瑶那甜蜜的笑容 就能窥探一二 为了让他安心养胎 今年的宫宴都没敢让他参加 刘锦瑶不去 楚军一也早糟的就离席回府 年后虽然他已经坐稳 太后依然担心 怕他操劳 还专门把平王纪妃宣进宫 叮嘱了许多 直到怀太四个月的时候 才让他进宫 太后看着他 那叫一个慈爱啊 宫中更是伺候的 比他这个太后待遇还好 生怕有个闪失 而等到刘锦瑶出嫁的时候 他已经怀孕五个月 肚子也已经显怀 这个时候 其实已经很安全了 不过楚军一还是不放心 到柳国公府天庄的时候 楚军一亲自跟着不说 身后还跟着一串伺候的人 那排场大的令人侧目 都说郡王妃受宠 看看这排场就知道 一个郡王妃出门 排场连太子妃都比不过 可见一般 人的紧张情绪 已经言行举止 有时候会传染的 楚军对他紧张到这般境地 其实并非个例 周围的人均是如此 并且大家并不觉得 这有什么不对 这就让刘锦瑶有些无奈了 明白他们这是为了自己好 可是现在弄得很易碎品似的 也太过夸张了 这不 他去给刘锦瑶添妆 孝江是就紧张得不行 然后在那么多双眼睛的注视下 他们也没能好好说话 刘锦瑶还安慰他呢 没事 你现在特殊时期 等得空咱们再聊 也只能如此了 大家都这么紧张 孝江是更是如此 生怕有个什么闪失 弄得刘锦瑶 也不敢与他多说 而等他走后 孝江是竟然还夸张地松了一口气 谁都知道刘锦瑶这一台 郡王和太后有多重视 那要是有个万一 谁陪得起啊 冬日怀孕 正好赶在了夏日生产 其实这个时候 还真不是好日子 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遭罪 这就是没有计划 就怀上的弊端 时间太不让人满意 他这样算来 正好赶在了七八月份 正是最热的时候 还要坐月子 刘锦瑶想想都感觉头皮发麻 到了后面几个月 月份越大 大人就越是难受 压迫膀胱容易尿皮 肚子太大 躺也不是 坐也不是 然后心情就容易烦躁 再加上天气炎热 简直就是灾难 不单单是刘锦瑶的灾难 还是处军玉的 他心情不好就容易发火 而处军玉从一开始 刘锦瑶怀孕就没有分房同居 一直坚持到现在 夜里都是他亲自照顾 然后白天还要处理公务 坚持下来 处军玉硬是受了十多斤 看着他遭罪也是心疼 难受是真难受 虽然也有甜蜜时刻 比如每天的胎教时间 就是两人最为平和安静的时候 让自己变得幼稚 就是为了孩子 比如第一次感受胎动 刘锦瑶感动的热泪盈眶 处军玉也傻傻的乐 从此两人最大的爱好 就是与孩子互动 让孩子再动一动 那是一种很神奇的体验 那种血脉相连的感受 不是语言能够描绘 应该说 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 但他看着刘锦瑶那痛苦的样子 还是坚定了 只剩这一胎的想法 尤其临近产期 处军玉每日紧张的都不敢睡死 连在战场上熬上三天三夜 都能精神百倍的处军玉 此时也憔悴不堪 不过 他却心甘情愿 因为坚定了只剩一胎的想法 他更是不愿意错过孩子的每一个阶段 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 错过这一次 兴许他就再也感受不到 两个初为人父人母的年轻人 就这么痛病快乐着 等到了快要生产的时候 第一百二十八章 他以为他以为这次也是这般 他以为这次也是这般 但是肚子越来越疼 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就让他意识到 这次是不一样 于是赶紧拉住处军玉的胳膊 我感觉我要生了 快扶着我进产房 林景生产 储君于是半刻都不敢让他离开自己的事情 虽然已经做好了随时生产的准备 但是这会儿还是突然一下子就慌了神 紧张地问道 小七 你没事吧 刘锦瑶已经疼得一脑门子的汗 艰难地道 肚子疼 储君一把把他抱起来 就朝产房冲 然后院子里的丫鬟小丝也忙碌起来 赶紧去请吻婆过来 拼王纪妃几乎立刻被惊动 这些日子一直在等着 吻婆来得极快 刘锦瑶被扶着躺到床上 吻婆也是宫中太后送过来的有经验之人 一下子请了三个 三人看了一眼就知道时间还早 宫口还未开 郡王妃可以让人扶着在房间里多走动 拼王纪妃一脸焦急 那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吻婆笑着吩咐 去烧热水 另外要给郡王妃预备一些吃食 人参也要预备上 免得脱力 拼王纪妃立刻严肃地吩咐下去 照着吻婆说的做 快去 都认真看着点 等吻婆一条条吩咐下去之后 本来慌乱的众人 立刻就变得井然有序计了 果然不愧是有经验的吻婆 刘锦瑶却管不了那么多 她现在肚子一阵一阵地疼 还要被搀扶着走动 简直就是要命 每一步都像是走在刀尖上 本来天就热 我一会儿的功夫 一赏都汗透 楚军一架着她 看得心疼得直皱眉 见她咬牙忍着 就先恼火 冲着吻婆发火 到底多久才好 小气受不住 看着她黑脸 吻婆也是吓了一跳 心中发苦 这事也不是他们能够决定的呀 不过面对郡王 还是硬着头皮解释 一个个的都有一些战战兢兢 生怕她一个不顺心 就把人拖出去砍了似的 刘锦瑶疼得一肚子气 这事怎么能怪别人 明明就是你的错 她心中也恼火 使劲掐她 咬牙切齿得到 你冲着旁人烦什么火 要怪 也是怪你 刚刚还一脸黑气 随时要看人表情的郡王 转眼开始陪小夕 是 是我的错 让小夕受罪了 那伏地做小 温柔小意的模样 简直不忍直视 辣眼睛 平王继妃和府上的众人 是见怪不怪 吻婆却一脸惊悚 赶紧低下头 感觉看到了不该看到的 会不会被灭口呀 都倒是郡王妃受宠 郡王等了她两年 身边没有任何同房事件 连郡王妃有孕在身 不能伺候 也不见她守女人 一直守着郡王妃 其身情可见一斑 但是近日的所见所闻 还是再次刷新了 他们的认知 这岂止是宠啊 简直宠上天呀 郡王妃这般呛声 郡王不但不生气 竟然还陪着小心安慰 惊掉下巴 其实以往 刘瑾瑶闹脾气 都是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 这次也是疼得厉害 失去了理智 而且这会儿 是什么都想不到了 全部的注意力 都在肚子上 文婆说多走动好生产 即使难以忍耐 刘瑾瑶还是咬牙坚持 女子生产本就是鬼门关走一早 但凡是有利于生产的事情 她都愿意去坚持 怕死是一个方面 还有就是 她还要看着她的孩子长大呢 否则的话 就是让别人睡自己的男人 打自己的娃 她岂会甘心 这个时候还能想这些有的没的 也就是她了 当刀实在坚持不住 连站度站不稳的时候 刘瑾瑶浑身都湿透 文婆安排可以躺床上之时 她却有些难以忍受自己这一身汗 我想要洗澡 文婆检查一下 宫口开到三只 等开拳 差不多要两三个时辰 所以还是很早 而既然郡王非要洗澡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就是要注意这点安全 询问过得到肯定的答案 刘瑾瑶还是有些高兴的 身上穿着汗湿的衣裳 扔得很难受 黏黏的贴在身上 本就心烦气躁 衣裳这样一弄更是窝火 楚军运亲自服侍着她进浴室 等收拾好换上干爽的衣裳 才把人放到产房上 这个阶段就只能等 当然文婆随时检查情况 而刘瑾瑶要做的 就是忍耐疼痛 太疼了 这一刻好想让自己睡一觉 然后第二天 一切都尘埃落定 简直就是美梦 可惜 想要睡觉都办不到 疼痛一直折磨着你 让你不得安你 等待宫口全开的时候 下人端来了 用料十足的鸡汤面 满满一大碗让她吃下去 刘瑾瑶都是咬牙坚持 肚子疼得想死 哪里有胃口 但是为了等会儿生产的时候 不至于脱力 她还是忍着疼痛吃下去 吃得痛苦无比 从上午等到下午 又从下午等到了晚上 连太后和皇后的人都被惊动 来看过好几次 消息传到柳国公府的时候 三夫人哪里还坐得住 带着人就直接冲到了郡王府 本来老太太也想去的 还是考虑到老太太的身体被劝住了 承诺第一时间告诉她 才算是作伴 三夫人的到来 还真是让平王继妃松了一口气 她自己没有生产过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许多事情都有些有心无力的感觉 可是三夫人就不一样了 她毕竟是生产过两个孩子的母亲 而且作为刘锦瑶的母亲 有她陪着 也能让刘锦瑶放松不少 于是三夫人就一直在产房 陪着刘锦瑶 安抚她的情绪 等到生死 本婆再次检查 才说一声可以了 然后就要把闲杂人等秉退 处军这个时候却不想走 她一直拉着刘锦瑶的手给她支持 她不放心让刘锦瑶离开她的视线 但是 产房之内 岂能让郡王留下 文婆剧毒十分为难 产房乃污秽之地 郡王还是回避吧 楚军瑶听见这话 一下子就有些愤怒 本郡王的妻子辛苦生孩子 哪里误会 文婆一个个的口中多一些发苦 要怎么说 产房本就是污秽之地 男子岂可沾染 郡王宠爱郡王妃 竟是连这些都不避讳 三夫人听到楚军瑶这话 倒是挺满意 倒不是希望楚军瑶留在产房 要的是她的那个态度 为何女子生产就是误会了 最后 还是刘锦瑶把人给赶出去的 你出去吧 你在这里 又帮不上忙 反而让其他人 为手为脚都放不开 这不是耽误事吗 现代是有丈夫 陪着妻子进产房的 可是这里不行 时代大背景先不说 刘锦瑶也不想要让她 看到自己那狼狈猙獰的一面 她能够想象 当她生产的时候 会是如何的没有形象 所以坚决不能让她留下来 楚军瑶还是有些迟疑 我想陪着你 她留下来 颤破都不敢动了 刘锦瑶有些无奈 推了她一把 出去吧 别耽误我生孩子 你这是捣乱 都快哭了 楚军瑶看这情景 确实是不成 她不出去 吻婆都不自在 不能好好接生 留下来 确实是让小妻受罪 于是 起身准备出去 还不忘嘱咐一句 我在外面等着你 我就在外面 你要是有事就喊我 知道吗 刘锦瑶赶紧点头 快走吧 楚军瑶决定了之后 也不再耽搁 打不出门 然后产房的门立刻被关上 丫鬟来来回回地端水 里面立刻传出压抑的呻吟声 为了保持体力 她不敢大喊大叫 她在外面来回走动 看到有丫鬟出来 就抓住询问里面的情况 平王济飞被她转得头疼 哎哟 你不要紧张 小妻会没事的 楚军瑶看了平王济飞一眼 就上前扶着她 母飞 还是坐下等吧 平王济飞也没有拒绝 一等几个时辰 一直站着确实受不住 府上的一切 还要等着她处理呢 所以她可不能倒下 而楚军却坐不住 爬到窗户上听里面的动静 还时不时的喊一声 听到里面的回应方的安心 这个过程 也是揪心的难熬 看着丫鬟那一盆盆的血水 楚军眼睛都红了 她觉得在战场上 最为艰难的时候 都没有这一刻这般难熬 中途平王济飞还吩咐送过一次生汤 还好里面一直都没有传出不好的消息 刘锦耀跟着稳婆的声音 呼气 吸气 用力 折腾得满头大汗 一身狼狈 她都感觉身体快不是自己的了 三夫人一直拉着她给她鼓劲 小七快用力 孩子快出来了 你不是最喜欢小孩子吗 很快你就能有自己的孩子了 刘锦耀感觉灵魂都在远离自己 最后只剩下本能的坚持 惯性的随着稳婆的声音用力 直到传出一声 头出来了 再用力 刘锦耀机灵灵的醒过神来 顿时感觉自己充满了力气 正好这个时候 外面的储君喊了一声 小七 你怎么样 她有些生气的大叫一声 我不好 都快疼死了 还能怎么样 这样一声吼 竟然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然后孩子一下子就滑了出来 温婆赶紧接住 伴随着一阵嘹亮的哭声 然后捡旗带给孩子清洗之后包好 刘锦耀已经脱离 目呆呆的望着头顶 三夫人也脱离的摊在床边 外面的人听到这一声婴儿啼哭 就知道已经生了 楚君与呆呆的立在门口 平王纪飞也起身走过来 等着稳婆把孩子抱出来 等到稳婆打理好之后 三夫人才激动的去看孩子 刘锦耀缓一口气问道 男孩还是女孩 与此同时 外面也传来平王纪飞的询问声 男孩还是女孩 众人都纷纷竖几耳朵听这个答案 要知道 外面可还是有太后和皇后的人呢 温婆笑着抱着包好的孩子出门 开口道 恭喜郡王 恭喜郡王妃 恭喜王妃 是个小公子 三夫人和平王纪飞顿时一脸惊喜 刘锦耀听的这一声之后 就放心睡去 不管怎么说 生个男孩之后 她的压力就没了 而楚君与只是看了孩子一眼之后 就往产房冲 这次稳婆再也拦不住 小七怎么样 看到床上闭上眼睛的刘锦耀 楚君与感觉浑身血液倒流 抓住温婆恶狠狠地询问 脸上的表情 犹如凶神恶煞 温婆吓得直哆嗦 赶紧回话 郡王莫慌 郡王妃 只是脱离睡着了而已 楚君与的表情总算是缓和了一些 当真 温婆点头如捣蒜 嗯嗯 真的 您可以去看看 郡王妃真是只是睡着了而已 太吓人了 郡王刚才那表情 显直像是要吃人 温婆吓得心脏扑通扑通地跳 脸色惨白 等到楚君与放开她之后 立刻跑出去 一刻都不愿意郡王待在一个房间 而楚君与上前 看着刘锦阳狼狈的模样 只觉得心疼又心软 上前动作轻柔地为她整理发丝 拿来帕子和热水为她擦脸 伸手帮她噎下背脚 亲身在她额间印下一枚亲吻 然后就坐在她身边看着她的睡眼 心中觉得无比满足 第129章 完 感谢收听由醉黄林为你播讲的柳家七娘子 折腾了一天 总算是顺利生下来 众人纷纷感慨 别看怀着的时候没少折磨人 不过生的时候倒是格外的顺利呢 第一台才一天就能顺利产下 这是极为审心的了 连吻婆都夸郡王妃身子底子好 怀着的时候养得仔细 所以生产的时候就没那般遭罪 拼王继妃打赏了吻婆以及这些丫鬟之后 就赶紧让奶娘照顾小宝贝 三夫人抱着看了一会儿 怎么看怎么喜欢 两个女儿都比她命好 头一胎就生下了儿子 以后底气也足 想到自己再看看女儿 忍不住热泪盈眶 她自己受了那半多委屈 不觉得如何 若是再让女儿受一遍 她定是受不了 这样就很好 把孩子交给奶娘之后 三夫人也告辞回府 拼王继妃看着天色太晚 想要挽留 被三夫人拒绝 梁府距离不远 我明日再来 老太太还在府上等着呢 我若是今日不回去 她定然睡不好 见三夫人不愿意 拼王继妃只好派人 把她送回去 太后与皇后的人 早已经在得知 孩子性别之时 就赶紧回去报信 也就是这会儿天晚了 否则估计太后也坐不住 拼王继妃心情好 大手一挥 这个月 所有人多发一个月的月饮 众人巨多欢喜的上前道谢 储君一心陪着刘景瑶 连儿子都不顾 最后 还是拼王继妃去嘱咐丫鬟奶娘 务必要照顾好小鼠子 这才回去休息 紧张了一天 此时放松下来 方却疲累 不过心中却欢喜 判了这些年 总算是判来一个小孙子 以后府上只会越来越热闹 果不其然 第二日 天刚蒙蒙亮 太后的赏赐 就已经到了郡王府 药材补品 金银珠宝 甚至连小孩子的衣上鞋子都有 刘景瑶累惨了 还在睡 还是储君一过来收下 太后派来的宫人 要去看小主子 储君一此时 方才好好去看一眼儿子 丫鬟奶娘一看郡王过来 纷纷低头行李 储君一摆摆手 询问一身小公子的情况 奶娘轻声回话 小公子很乖 吃过奶就睡 不曾哭闹 储君一上前看着那个闭上眼睛 睡得香甜的小婴孩 真丑 然后一脸嫌弃的伸手去碰他的脸 动作小心翼翼 虽然很丑 但是不知为何 金越看越喜欢 那种血脉相连的悸动 让他激动的手有些不稳 宫人含笑看着这一幕 回去与太后说说 他一准高兴 也不用担心自己 不能描述清楚 招惹太后不满 储君一盯着儿子 看了许久才反应过来 这边还有皇祖母的人 脸上还没有来得及 收回来的温柔 走出去才开口说道 你回去告诉皇祖母 等孩子再大些 就带给他看看 宫人笑着应下 又询问了一番 君王妃的情况之后 方才告辞离去 这边走后 皇后的人也随之而来 来的人是若梅 她与刘锦瑶算是老相识 看着当年那个 古灵精怪的小姑娘 如今也以金为人母 颇有些感慨 皇后也是送了 许多的东西过来 甚至还有她亲自 动手做的小衣裳 小巧精致 面料柔软 十分适合小婴儿使用 可见十分用心 因为刘锦瑶还在睡 到底是没敢打扰 询问一番 只是脱离 多睡会儿而已 就放心地离去 再之后就是柳国公府 几乎全家出动 连老太太都坐着 马车亲自上门 如今天热 早上出门凉快 用过早上就到了 孩子小不敢用逼 刘锦瑶的房间里 也是不敢放逼 此时倒是还好 就怕中午最热的时候 因为怕吹了风 偏头痛 连窗户都封死 这个月子坐着 还真是遭罪 大家都去看孩子 刚出生的孩子 就是闭着眼睛睡觉 老太太和三分他们 硬是能从那张脸上 看出长相 鼻子像小七的 秀起 眉毛像郡王 鹰起 嘴巴也像郡王 耳朵像小七的 厚厚的耳垂 有浮起 什么眼睛 额头 脸型等等 楚君在一旁 听着他们谈论 他们说一样 他就对比着去看 最后十分疑惑地 看着众人 究竟是如何看出来的 果然岳母和祖母的 眼睛毒辣 那丑丑的一团 他是无论如何都 看不出 哪里有他和小七的影子 人家就能说得 头头是道 虽然自己的孩子 他也不嫌弃他丑 可是要昧着 良心夸得 天上有地上无 他还真做不到 但是看着岳母等人 那夸赞的词汇 都不带宠样 他就觉得 自己还是太年轻 老太太等人 看完了孩子 要去看刘景瑶 见他睡得熟 也没有打扰 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去 等他们走后 楚君一进到 儿子的婴儿房 兵退众人之后 把门窗关好 然后偷偷摸摸地 从袖子里掏出八镜 对着自己的脸 和儿子的做对比 一边还念念有词 我长得有这么丑吗 最后得出结论 他比儿子好看多了 所以小气最喜欢的 应该还是他 然后扬床而去 心满意足地去看刘景瑶 刘景瑶是中午十分醒来的 被恶心的 醒来还有些懵 伸手摸摸肚子 扁了 但是留下一圈软肉 不用看 他都能想到有多丑 楚君守着他 见他醒来 十分高兴地 亲身帮他垫靠垫 低声询问 他现在感受 然后还不忘分布 把吃食端来 房间里不透风 他睡得一声汗 这会儿是浑身难受 却也知道任性不得 求着楚君瑶 用热水战士帕子 给他擦洗一番 思琴要上前伺候的时候 被楚君瑶白手打发 他亲自动手 小气辛苦了 就该我来伺候 刘景瑶养足的精神 虽然还有些不太舒服 不过却也觉得舒心 总算是生下来了 见他这般识趣 很是满意 那可不 他辛辛苦苦 为他生孩子 若是得不到任何回馈 还要他作甚 楚君在刘景瑶怀孕期间 可是没少做这些 伺候人的伙计 如今也算是 驾轻救赎 快速而不时温柔地 帮他清理一番 换了干爽的衣裳 他才开始用上 餐后第一餐 应该用些有营养 且好刻画的食物 红糖荷包蛋 补血又顶饿 然后还有牢躁蛋 吃这个可以下恶路 他也是真饿了 吃饱之后才问起孩子 孩子呢 我还没看他呢 你不休息一会儿 楚君还有些担忧地看着他 刘景瑶摇摇头 嗯 睡多了头疼 我想要看看孩子 见他一脸渴望 楚君不忍拒绝 只是叫奶娘把孩子抱过来 他眼睛一亮 把身边的位置挪出来 然后让奶娘把孩子放到他身边 孩子动了动 仿佛闻到熟悉的味道 又安然睡去 刘景瑶伸手去碰他 软软的 都不敢用力 他轻轻地把他的小手 放到自己的手心 笑着看向楚君 好小 好软 他脸上那幸福甜蜜的笑容 能把人的心柔化 楚君情不自禁地 亲身吻在他的脸颊的笑窝上 刘景瑶眨眨眼睛看他 他眼中是掩不住的深情 谢谢你 小七 即使有许多人关心他 照顾他 也不能弥补亲娘早逝 亲爹不闻不问的缺憾 对于平王那个父王 他早已经没有任何渴望 但是 他却渴望能够有一个自己正常的家 家中父慈子孝 母亲心软 一家人平平安安在一起 哪怕日子过得平淡 亦无所谓 如今幸福就在眼前 看着怀里的妻子儿子 他觉得这一生 已经别无所求 愿这份温馨一直延续 刘景瑶露出一抹甜蜜微笑 他也觉得要感谢生命 从呱呱坠地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 有太多的迷茫和忐忑 最后 也收获了众多亲情友情 然后 他还找到他的爱人 有了自己的孩子 跟做梦似的 若是梦 也愿这份美好一直延续 平王济飞本来听说 刘景瑶醒来 而过来看望他呢 结果进门就看到 这样温馨的一幕 忍不住会心一笑 不想打扰这份安宁 就制止了丫鬟的通报 刚要转身离开 就被刘景瑶发现 母飞 您来了 快看 他又软又小 初君也柔和了表情 看向他 母飞辛苦了 平王济飞到底还是走了过来 坐到一旁看着他 感觉如何 刘景瑶笑着点头 嗯 挺好 就是这么热的天坐月子 想想都难过 最后竟抱怨起来 平王济飞和楚君玉就在一旁哄他 与他讲月子里的禁忌 然后伴随着刘景瑶的牢骚抱怨 他们也只能无奈地想着 以后又要多看着点他 既然说得太高兴 孩子好似有些不满被忽视 哼哼唧唧哭了几来 眼看着有越来越大声的嫌疑 三人开始手忙脚乱地忙活 楚君玉都不敢抱他 太软了 生怕一个不小心伤着 平王济飞也不遑多让 于是赶紧把奶娘喊过来 还是奶娘有经验 说是孩子饿了 然后就抱到耳房去喂奶 等到孩子的哭声停止 三人对睡眼 苦笑 他们还有好长的路要走呢 第一百三十章 大结局 感谢收听 由醉黄林为你播讲的柳家亲娘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让你们